カモ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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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ベイビー 占わせよ 恋する 冬春 冬季 未来はそんな悪くないよ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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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にちは シュリンです 接着我们看生词表四 首先 第一个单词 勝手 勝手 副词 过去 以前 曾经的意思 那么生词表三呢 我们有一个是カツテ カツテ カテ呢就是比カツテ更口语化一些 那么カツテ和カテ 它表示的这个过去和曾经呢 它有这种暗含变化 也就是说想后面引出来的是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不同了的表达方式 那比如说 大家看一下这句话 那我们想起来 特别特别著名的一个台词 你看一下 カテ 純粋な愛が俺の前に置いてあったが 大切にしていなかった 大话西游里面 孙悟空说的那句话 我们翻译成日语 大字可以翻译成这样 曾经有一份真振的爱情 摆在我的面前 我没有珍惜日语这样说 大家可以试着背一背 这是カテ 那么既然读到了カテ 如果把这个调稍微改一下 读成カテ 大家能想到哪个词呢 カテ 你看是不是可以想到 圣手啊 写圣手两个字是随便的 任意的 为所欲为的 是形容动词形二 カテ 比如カテにする 任意的去做 随便的去做 官用的 カテにしろ 随你的便吧 我不管你了 カテにしろ 那么讲到了カテ 顺便呢 把カテ也给大家复习一下 补充一下 好的 下一个单词 アツカウ アツカウ 这个动词比较重要 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意思有经营 对待 还有处理 那么跟它比较相像的一个词呢 叫トリアツカウ 有一个取 取来 然后再经营 处理 对待 意思差不多 但是トリアツカウ 它一定那个对象的 那个色彩要比较浓 就是我专门针对一个事情 对待它 处理它 要有事在 要有人在 那么アツカウ的话 这个意思更广一些 アツカウ 和トリアツカウ 我们下面来 把アツカウ呢 展开看一下 首先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表示 经营这个意思呢 没有我们中文说的 经营一家公司 一家商店 这个意思 所谓的经营 其实就是说的买卖 我们这个店呢 我们卖的商品 它涉及到某种某种范围 这个我们用アツカウ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较典型 比如说 その品はトリアツカウ では扱っておりません 很郑重地说 就扱っていません 看我们要具体到一个真正的物品 然后说我们店呢 怎么解释啊 就是不卖 就是我们店没有涉及到那种物品的意思 所以他这个经营指的是这个方面的意思 不用于说我经营了公司什么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アツカウ的第一个意思 那下来 对待处理的话 那多数跟人啊事有关 这个就要对象性很明显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般也可以换作 トリアツカウ 比如说 お客さんを大切にアツカウ 我们要 就小心意义的 认真的来对待客人 是不是啊 我们就要 或者是要重视起客人 要重视客人 次 就是把你这个行为呢 就是把作为没有来 作为缺席来处理 这个事 行为事情处理 那么还有呢 如果是真的是一个工具 一个东西 一个物品的话 我们还有使用操纵的意思 比如说 我们要 什么呀 要仔细的 要小心的 要谨慎的来对待书籍 不能乱撕 随便放 注意一下 我们列的例句呢 是比较典型的 它不同意思的用法 大家结合句子来记它 下一个 增加两个字 那么大家注意这里面 它既是他动词 也是自动词 那 说到了增加 那它对应的就是什么呀 减少 减少 減少 する 減少 する 我们看 减少也是自他动词 即是自动词 也是他动词 对应的 对比的来记 那我们既然 那我们既然提到了 增加 也提到了 时什么什么增加 那对应的 这个减少的他动词是 減少 減少 时什么什么 减少 我们来看一下 人口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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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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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急剧的 急速的 一般呢 就是这个 变化比较多 急剧的急速的变化发展比较多 是一个二类形词形二 那又有急意又有急意 速度肯定是没问题说的 很快的 我们看这个行钢线速度很快的 那我们在急和急 我们来想一下相关的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单独一个急 激烈的 激烈的 急还有相关的词叫急に 急に是突然 常常用来表示一种突然发生了变化的 急に 那急还有什么词呢 急急也是跟急有关 急急是疾病 突发的病 急急 我们在激单词的时候 大家想尤其是这种汉字词音读的 有的时候干记比较枯燥 那可以把它拆开 想一些相关的都有哪些词 也可以作为总结来记 这样的你的词汇量是不断的扩大的 而不是局限于 这一刻我就记这么一点点 自己是会不断的扩展扩大它 下一个单词 沙缸 沙缸写这个圣 形而 形容动词 是新盛 旺盛 热烈的意思 沙缸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单词 我们看一下短语 沙缸になる 沙缸になる是比较惯用的形式 就是新盛起来了 或者变得新旺了 等等 貿易呢 旺起来了 新盛起来了 那我们还可以直接 因为是形二嘛 对吧 直接作为一节句 食欲が 食欲很旺盛 比如说 十八九岁的男孩子 食欲が 食欲旺盛 我们还可以说 那这里就说 这个体育运动呢 非常的兴盛 非常的积极 比如这一个地区的人呢 大家都积极的进行体育运动 那 那下来呢 想让大家看一看 写这个 圣 当然也可以读成了 是吧 这个中文多音字 那在日语中呢 也有很多的意思 不同的读法 不同的意思 我们来展开看一下 第一个 读 もる もる ご飯をもる 那就应该是 成 应该读成 成饭的意思 ご飯をもる 成饭 那还有一个呢 比较有意思的 它本身读 さがり 那接在名词 或者是动词连用形容后面 读成 何々ざがり 表示的是 正式 做前向 那个动作行为的时候 那 働きざがり 的话就是 正式能干的时候 能工作的时候 那这个句子 男人40代 働きざがり 男人40多岁的时候呢 是 最能工作的时候了 这种表达 40多岁 男人最能工作 働きざがり はい 我们看 还有 还有 印度 汉州 繁盛繁荣 那个圣读作 ジョ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印度可以读ジョ ショーバイが 繁盛する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呀 生意 清隆 那么大家注意 那它还有一个 印度 因为你想呀 它在中文里面 它都是多音字呢 在日里面 印度也有 对应的两个 可以说せが 剩下 剩下的话呢 还可以说 マナツ 咱们之前也说过 词的前面 这很真 就说明很正的意思 剩下 せが マナツ 关于マナツ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AKB48的一首 关于マナツ的歌 我们可以来听两句 感谢大家 好听吗 这首歌的名字叫 マナツのサウンズグッド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如果觉得好听的话 是AKB的一首歌 下一个单词 タモツ 是自他动词 保持维持保住的意思 那么它的这个自动词的意思呢 多为就是说 这个现状呢 把它维持下来 自然的维持下来 保持下来 它动词的意思呢 多为外力的 想要去保住它 保持它 好我们看一下 体が保つ 体が保つ 就是我的这个身体状况 维持下去 维持保持身体状况 寿命が保つ 维持寿命 让这个寿命延续下去 自然而然的延续 寿命が保つ 那 バランスを保つ 这就有外力的这个左右影响在里面了 我要怎么样 保住平衡 保持平衡 不让平衡失调 也可以说 塌了 毁掉了 崩溃了的意思 是一个自动词 那么 它呢 对应的它动词是 kuz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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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动词 kuzuru的话是自然的崩塌 kuzusu肯定是有人为的 使之崩溃 崩塌 拆毁 有这样的意思 先呢 基本的这个意思 就是崩塌了 kuzuru kuzusu 都有一个kuzi 这个动词我们可以怎么记呢 kuzi是什么 kuzi kuzi 对吧 我们变成这个蟹 kuzi的时候 kuzi就是那个渣 对吧 渣呀 蟹呀 就是很碎 很小的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kuzuru 关期的是 kami kuzi kami kuzi 废纸 废纸 直屑 那 kuzi 碎了 渣了 然后 那再看到kuzuru 那至少 它要是跟 这个原状要变成碎的 渣的这个东西相关 我们可以从这个方法来记一下 好 那下来我们 再次回到这个动词 kuzuru 和kuzusu 自动词和他动词 我们看一看 通过这个短语来记它的意思 Balance ga kuzuru 首先呢 可以是这种抽象译的东西的 崩塌崩溃 是吧 是这个平衡 崩塌了 自身で部屋が kuzuru 因为地震 因为地震的房屋怎么样呢 倒塌了 这个就是说 崩成碎碎的 崩成碎小的 自身で部屋が kuzuru 这是具体的崩塌 下来看这个 这个呢 希望大家记一下 shise ga kuzuru 就是说 本来应该是 比如正经端做的 正正经经的 然后你现在 shise ga kuzuru 就变得随便了 就等于你的姿势崩塌了 变得随便了 随意了的意思 随便做了 这个呢 是比较固定的 惯用的 也比较抽象 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住 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呢 我们猜一下 千円札が 100円玉に くずれる 前面是1000元 我们在日元的 这个1000元纸币 然后100块呢 是这个 硬币是吧 那1000元的纸币 一是结果了 那我们说把它拆成 100元的硬币 所以这个是 换零钱的意思 还有换零钱 重点的是 后两种 重点记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くずす くずす相关的 当然这是它具体的意思了 いわをくずす 击碎岩石 这个拆毁岩石 敲打 把岩石打碎 岩をくずす 那 しせがくずれる という意味的 しせをくずす 这就是人为的 让自己随便起来 就不是那么正经了 不是那么规规矩矩了 然后呢 就是随便坐了 随便站着了 那 他也有 换零钱的意思了 那他就是外力的作用了 因为他动词嘛 一万円札をくずして 千円札十枚にする 把一万元的纸币呢 打散 拆成零钱 换成呢 这个一千元的纸币呢 十张 换成十张 一千元的纸币 くずれる和くずす 很重要的动词 那注意 像具体的意思 我们一看 而且呢 刚才老师教了大家 通过くず来寄 是不是 那个せ的来寄 所以也能够猜到 肯定是房屋 建筑物等的崩塌瓦解 那抽象语的意思 还有一些惯用的 换零钱呀 还有 变得随便了呀 这样的意思 要自己想一想 要把它记住 下一个 失去丧失 还是一个他动词 失去的是什么 自信 自信 命 性命 生命 元気 精神 精气神 元気 balance 平衡 失衡了 失去平衡 失去的都为 抽象意义的东西 我们也有这个他动词 说丢掉了呀 弄丢是 なくす 大家还记得吧 なくす 那なくす的话呢 它可以是 丢失这样具体的东西 就是比较生活化 比较具体 而用到失去的话呢 最好呢 是这样一类的抽象译的词 続いて 直前 写这个值钱 直前 那它有两个方面的 两个方面的 那一个就是时间上的 就是马上就要临近了 叫即将什么什么之前 一个是方向上的 正前方 直前 直前 那它有对应的 有直前就有直后 直後 那也是一样的 可以是 刚刚完成了什么什么样事情 时间上的 后面 那也可以是正后方 直後 我们看一下 試験の直前 那就是考试之前了 而且离得特别近 比如说 那个 明天就要考试了 今天晚上 我们就可以说成 試験の直前 車の直前 那就车子的正前方 这是方位了 車の直前 発売の直前 这属于时间上的 对不对 到了这个上市 到了销售的 这个前面了 前夜了 马上就要上市了 这个意思 発売の直前 直前 直前 直後 放在一起来 记 两个方向 一个是时间上的 一个是方位 下一个单词 和西津 写这个河市 河是 这个大河民族的河 日式 日式房间 你说到和西津的话 大家应该就想到 铺的畔 是吧 这是典型的 和西津 那它对应的就是 洋室 洋室 就是我们说的 这种西式的 西洋室的房间 那就有床的了 那现在的日本家庭里面的 比如说有条件的话 有两居室啊 或者是三居室的 那会给自己留上一间 这样的和西津 然后呢 也会有这样 有西津 都有 那比如老年人啊 传统一些的人 还是会把自己的 这个房屋呢 是这种和西津的 但是如果住的是 比如说住这种一户建的 一户建的房子 有条件的话 那还是和西津会多一些 合适的 那这个相关的 和开头的和阳开头的呢 其实在日语中有很多 我们来找几个比较常见的 和食 和食 那就是传统的 日本人自己的饭菜了 叫和食 那它对应的就是 洋食 洋食 西餐 还有 和服 就是和服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和服 那它对应的呢 是洋服 洋服就是我们现在穿的衣服 或者说套装啊 洋服 和服 和服是传统的日本的民族服装和服 还有 和食 对应的 洋食 食 日式的 西式的 那这个呢 一般呢 像房间也说 房间也说 日式的西式的 和食 和洋食 但多数的 比如说像一些工具上来说 工具啊 这个电器啊 等等说 这种是日式的 这种是洋食的 和这个西式的 比较常用 下面 还有 和服 还有洋服 比较像 是吧 这个也是日式风格的 这个西式风格的 但是 这个用服的话呢 都形容是一种外观上的 比如说服装啊 还有这种装扮呀 布置上 常常说服 下一个单词 景气 这个我们都很熟 中文也说景气 就是这个 市场情况 商业状况景气 景气 那它对应的 这是景气了 那对应的就是 不景气 不景气 是吧 现在这个 经济不景气 那不景气 可能就是 金融危机 导致金融危机 我们看一下景气 景气がいい 景气がいい 景气状况很好 三语 景气が悪い 不景气 就是不景气的意思 景气状况不好 那不好 可以变好 景气が良くなる 景气好转 景气现象好转 景气が良くなる 景气 下一个 回復する 写回复 它是一个 自他动词 自他的撒变动词 有这个 恢复 康复的意思 这是一个 啤酒的广告 让我们这个疲劳 回复到这种 舒畅 消除疲劳 回复这种舒服 喝一杯啤酒 就可以了 那 什么时候 自动词 什么时候 他动词呢 かいすくす 它这个 自动词的意思 多为就是说 从一种 事态 从一种 不好的状态 然后自己 慢慢的 往好的状态 的这个 康复 好转 回复的意思 他动词的话 就外力了 一般是说 比如说 失去了 失去了的东西 然后又把它 夺回来 或者把它取回来 这个是他动词的意思 比如说 天气が回復する 那我们就叫做 天气好转 是吧 那么天气最近呢 不好了 又是大风大雨的 慢慢慢慢的 晴了 这是自然而然的 天气が回復する 次 病人が回復する 那这个我们就叫 康复 是吧 病人 渐渐的康复 逐渐康复了 景気が回復する 也是 经济状况 景气 逐渐 这个就是好转 你看 流度回復する を回復する 这里是他动词的意思了 对吧 我们曾经领土失去了 现在又把领土给 收复 收复领土 就叫流度回復する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 他动词 注意字他动词的不同 回復する 下一个单词 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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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自他动词 这一课自他动词好多 所以遇到了既有自动词 也他动词的话 要分开几意思 它有这个接近 迫近 临近的意思 那么它也是 这个自动词 它的是跟这个空间 时间上有关 都是一个接近 靠近 我们看一下 山の頂上に迫る 马上就要到山顶了 这个意思 临近这个山顶 冬が迫る 冬天临近 时间上的临近 这呢是这个 关于这个 龚崎俊的 龚崎俊的 做成了这个 龚崎俊的漫画 做成了电影的 这个 創作の真相に迫る 我们可以说 逼近 这个创作的真相 也是临近 靠近的意思 那 他动词又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一下 就比如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或者是 我有一个要求 你不理我 然后我就 强迫你 干嘛 就这样 他动词的意思了 可以强迫 迫使回答 回信 强迫迫使的时候 是他动词 临近靠近的时候 是自动词 分开来记 这是 seimaru 那么seimaru 也有一个 比较好记的方式 seim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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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我们想到了 seimai seimai是窄 那我们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逼迫了 肯定这个空间 时间上 是不是越来越窄了呀 seimaru seimai 那 变窄了 变小的 我们可以 seimaku naru seimaku naru seimaru 如果大家觉得 这样 自己可以记住的话 可以想想这个方法 好 下一个单词 hayu hayu 就是演员 没有排员 简单 那个意思 是演员 那这个you 就是跟演员相关了 我们看一下 女演员 日本的一个著名女演员 大家看过演的 这个东京爱情故事 里面的 这个丽香 临目宝奈美来试演的 丽香 就you 那 著名了之后 mei you 著名演员 mei you 但我们都知道这个 大家都喜欢看动漫 是不是啊 那动漫里面呢 这种配音 我们叫seeyu 声you 声音都特别有特点 特别有趣 那 演员 我们还可以说 yakusha yakusha 跟hayu 一样都是演员 不过yakusha呢 多指一些 比如说 传统的 传统的 这个舞台剧啊 的演员 叫yakusha 而演的什么 drama呀 这一类的演员 我们叫hayu 有 前面的joyou 我们就有后面 最后的 dangyu dangyu 男演员 那这个是在 动漫里面的 男主角了 男主角 演的那个男主角 名字是 玩志 玩志 两个人 最终呢 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非常经典的一部 电视剧 大家有机会 可以再看一点 重温一下 はい 那続いて 下一个单词 r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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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 让大家记得 是出于说 现在呢 因为 大家都要 环境保护嘛 所以recycle 慢慢变成一个 热门的词汇 因为很多同学呢 一看到外来 也就有点醋 不愿意记 那recycle 还是希望大家 重点来记一下 比较热门的词汇 再循环 循环使用的意思 はい 続いて 电器製品 且电器制品 制品是这个产品的意思 那电器的产品 我们就叫 就叫电器 电器製品 我们看一下 製品相关的 产品相关的 国内製品 国产品 国内製品 国产品 那对应的 外国製品 外国品 那我们说 进口品 进口产品 还有 瓦斯製品 玻璃製品 玻璃产品 还製品 记一下 那这以上呢 是咱们声词表四 希望大家能够 重点掌握的单词 下来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 声词表四的所有单词 声词表四 语法语表达 勝手 連想する 環境問題 食器 扱う 增加する 急激 生活習慣病 農業 左官 工業 保つ 崩れる 失う 失う 終始 直前 細かい 点 疑問 予測 予測 Uターン現象 Iターン現象 第 5 代表的 夏目漱石 職業 職業 アナウンサー 作曲家 和室 住宅 半年 農 働き 改名する 景気 回復する 迫る 俳優 リサイクル 意識 長期 国内旅行 電気製品 予測 好 那么 这一集的重点呢 希望大家 认真来掌握 扱う 崩れる 失う 和回復する 这四个动词 当然了 其他的词 我们刚才重点讲解的 也需要大家来理解和消化 好 那这一讲就到这儿 これで終わります 1 2 3 1 1 1 2 1 2 2 1 2 2 2 1 2 1 2